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用低怒香噪 持久去除可能威胁家人的细菌 与中国女医师协会共同传播健康 低怒安心百分百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在三亚 三千亩热带园林市校园 三十万平方米现代化校舍 共许全国万名优秀学子 正坚定地向着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前进 宝宝肚子疼了 可能是肚子里有虫子了 他把手放到嘴里的时候 就会把虫卵带到肚子里面去 如果有肚子疼 磨牙 营养不良 白斑等症状 小心寄生虫病 大虫认准 时刻长虫青 本欄目由北京吉利大学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在上一集讲了 拿破仑是一个很会带兵的人 那么拿破仑在带兵的时候 有哪些战略战术呢 他的绝招有哪些呢 一提到拿破仑的战略战术 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有三个人 一个就是秦始皇 还有一个就是曹操 还有一个呢 对了 就是一个文学人 在我们电视剧里边热播的 就是亮剑里边的主人公李云龙 我在读拿破仑的传记的时候 脑子里边经常总感觉到 拿破仑跟这三个人 他们的战略战术很接近 那我现在就来详细给大家讲讲 拿破仑的战略战术有哪些呢 这第一个战术啊 就是出奇制胜 我就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吧 话说1796年三运呢 拿破仑来到了意大利战场 这是第一次呢 独当一面的来指挥一次大致战役 这一次呢 拿破仑的对手啊 是奥地利军队 奥地利军队在当时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在很多方面呢 都超过了 这个特别是在军队的人员 军队的这个 他的装备这一方面呢 都超过了拿破仑的部队 怎么办 只能够出奇制胜 拿破仑是靠什么取胜的呢 他分析了一下这个战场的情况 那么这个奥地利军团呢 在很多关口都设了重兵来把持着 然后唯一的有一点呢 就是有一条死亡之路 这个地方他不设防 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 飞了都很难飞过去的 所以根本就不用在那儿 在安排什么兵力 结果呢 拿破仑恰恰就是从那条死亡之路 神兵天将来到了这个奥地利军团的 他的跟前跟他决一死战 那么这一条死亡之路是哪儿呢 它最危险但是也最便捷 也就是阿尔卑什山 英海的这一段天险 这条路呢 山高路远沟深 所以呢 一般的人都认为 拉破仑不会到那儿 结果呢 拉破仑行军成功 神兵天将 打得奥地利来溃捕成军 谈到这儿呢 我就想到了当时呢 被俘的一位奥地利的老将军呢 他神情沮丧的 他就讲啊 他说这一次我们 真是倒霉啊 跟我们交战的是 法国一位很年轻的军官 咱们岁数一大把了 还比不上他这么一个小青年 把我们打垮了 他是怎么打垮我们的呢 我就感觉到 他时而在我们的左边 时而在我们的右边 时而在我们的后方 时而在我们的前方 让我们根本就不好布置兵力 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是最让人头疼的 因为他根本不按常规来出兵 不按常规来出牌 你看这不是一个 欧洲版的李云龙吗 拿破仑的名字 遇满全球 军事艺术也盛传不率 他一生无数次指挥征战 经常以少胜多出奇之胜 把资产阶级战略战术 发展到了较为完善的地步 以至与他同时代的将帅们 在战略战术上不但不能战胜他 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 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 因此人们把他誉为战争之神 尊称他为欧洲第一名将 拿破仑战略战术的第二招呢 就是瞒天过海 什么叫瞒天过海呢 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呢 最为提倡的一个战略战术 也叫做兵不厌诈 也叫做民修战道暗渡陈汤 也叫做兵以诈力 所以孙子兵法里边呢 就专门的讲到这一点 而曹操呢 就最喜欢用这一招 那么拉破仑也不例外 而且呢用的出神入化 绝不压于中国古代的军事家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1800年4月啊 这个时候又一次反发 同盟军的大军压境 当时法国的局势呢 非常紧张 那么这些同盟军呢 当时很藐视拉破仑 就觉得这一次呢 咱们那个反发联盟 这么强大的军队啊 肯定是把拉破仑给吃定了 所以呢 就很骄傲 而且呢 很多方面呢 也不把拉破仑放在眼里 拉破仑呢 将计就计 他就故意的示弱 让反发联盟 放松对他的警惕 而且放松呢 对他的提防 那么这一方面 他想了什么办法呢 最重要的一招 就是瞒天过海 他呢 给外界放出话来说 他说呢 为了对付反华联盟 他成立了一个预备军团 这个预备军团呢 在巴黎 他马上要去检阅了 然后他故意命令 他的政府呢 要发公告 还有了法国 说巴黎这些媒体呢 要出广告 说那个预备军团呢 轰轰烈烈的在巴黎成立了 结果呢 结果呢在巴黎的这个所谓的预备军团呢 只有七千人 全是老弱 全是老弱病残 灰溜溜的 土头土老的 这一下呢 这个欧洲反华联盟的这些将军们一看呢 哈哈大笑 这些情报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当时欧洲的这个间谍啊 和情报这一方面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反华联盟的各个国家的这些间谍呢 都全部集中在了巴黎 而且呢 就现场去参观了 拿破仑的这个所谓的预备军团 这些人一看这种状态 还什么预备军团呢 我们这一次巴黎给吃定了 拿破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 拿破仑又叫他国家的新闻媒体和他政府 掀起又一波宣传的高潮 那么来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 说有预备军团 又说没有预备军团 搞得这个新闻啊 和旧闻夹杂在一块 不知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所以呢 这个这么几招下来以后啊 奥地利的这个总司令呢 就这样表态了 他说啊 拿破仑的预备军团 无非是些乌合之众 七千人的老弱病残 居然想跟我们作对 这简直是笑话 而且呢 他说拿破仑呢 拿破仑 你这人一辈子了很狡诈多变 我这一次啊 绝不受你的欺骗了 你别想再忽悠我们了 跟你交战这么多次 我吃一欠掌一致 谢谢啊 这一次我绝对要把你给消灭掉 拿破仑经过精心策划 并借助舆论手段大肆渲染 他的预备军团 渐渐成为绅士们的言谈笑料 许多人不得不认为 预备军团只不过是拿破仑 为了牵制澳军 别有用心编造出来的圈套而已 这也让反法联盟放松了警惕 于是拿破仑 以假眼真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而此时拿破仑 真正的预备军团 却在法国南部 做好了进军意大利的准备 更让人出其不意地 让敌军没有想到的是 拿破仑又走了另外一条死亡之路 没有走普通的 大家普通人想的新普拉山口 而是在那个有一个地方 叫大圣伯拉德山口 进入了意大利 为什么说这一条路是 又一条死亡之路呢 首先它海拔高 有5360英尺 第二个呢 这个地方全是扬长小道 长达数十公里 而且是万丈深渊 掉下去只能够是粉身碎骨 所以奥地利军呢 谁都没有想到 他们会从那个地方去 拿破仑的预备军团 就出现在敌人无法想象的地方 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终于击败了奥地利军队 而且打败了第二次反华联盟 所以大家就想到有一幅名画 这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叫达维德 他画的一幅名画 大家还有印象吗 你看在那个画上面呢 就是拿破仑骑着一匹战马 他人和那个战马都腾空欲飞啊 非常的有动感 这一幅名画呢 反映的就是拿破仑 带领他的预备军团 穿越大圣布拉德山口的这个情景 那么被这样一幅画呢 永远地保留下来了 那几天窘死了 全新高洁思卫生巾 四倍瞬息蓝条 吸收快四倍 怎么自由怎么来 自由自在 只要我爱 在那 高原之宝 毛牛奶 祝您扎些的泪 高考风雨露 明师伴你行 教服选用红对沟 学子高考变轻松 红对沟教服 新岛链 新浪潮 恒水明师新作 好书 中原之路 爱心呵护 明师一号 学子骄傲 拿破仑为法兰西共和国 带来了荣耀 法兰西共和国人民 始终爱戴这位法兰西战士 拿破仑拥有非常远大的政治抱负 在他的军事生涯里 他对军事知识 有着极其深入的研究 善于将各种军事策略 运用于实战之中 就像这样的瞒天过海术 在之后的多次征战中 屡见成效 那么这位马背上的皇帝 还有哪些过人的高超战术呢 拉破仑战略战术 还有一招 那就是第三招 什么呢 就是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来是这个秦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臣子 叫范军 使用的一个战略 后来秦始皇也就靠那一招呢 打败了其他六国 统一了天下 远交进攻 也就是秦国跟他临近的国家交战 跟他不临近的国家联盟 联盟他不临近的国家 打败他临近的国家 最后把跟他不临近的国家 也一块吃掉 而拉破仑在那点用的是非常娴熟的 我在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我们讲拿破仑 讲法国 我们千万要明白 跟法国结让的一个国家 英国是法国的老冤家 死对头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隔得很近呢 第二个就是 这英国虽然已经君主立宪了 但是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 在全球 他都是要亚非拉 他的殖民地都非常多 海外的利益非常多 而拉破仑的法兰西 经常挑战英国在全球的利益 所以英国跟法国这个渊源不解 积怨很深很深 每一次反华联盟 这英国都是极先锋 拿破仑就想要瓦解英国 跟其他反华联盟同盟国家的关系 这儿呢 拿破仑花心思 花得最多的是英国跟俄国的关系 怎么样来瓦解英国跟俄国的关系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1800年7月 拿破仑就给沙皇保罗写了一封信 他说啊 沙皇陛下 你不是想要马尔他吗 我知道你想要马尔他 要了马尔他 你就可以威胁土耳其 那么这个呢 为你的战略呢 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棋子 马尔他现在我们在控制 那我们就给你吧 但是英国人也想要啊 那沙皇做梦都很想要马尔他 而英国也想要马尔他 所以给了沙皇 那英国人肯定很不高兴 拿破仑就希望英国人不高兴 然后他两个之间呢 有矛盾 拿破仑为了进一步挑起 俄国跟英国的这个矛盾呢 又把以前俘虏的俄国的六千士兵呢 给他们吃好 穿好 而且呢给他们配上装备 简直就像凯旋一样 把他们送回俄罗斯 这下沙皇很感动了 很高兴了 前几天还对于拿破仑 这个骂娘骂得很厉害 现在说拿破仑是他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哎呦他受感动了 马尔他给他了 然后把六千战俘也还给他了 所以沙皇马上就表态呀 他答应联合瑞典 丹麦和普鲁士 参加针对英国的 保护中立国贸易联盟 把英国从波罗的海挤出去 甚至还答应了跟法国一块 把英国从印度也赶出去 拿破仑小用战术 使英国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于是金方失措的英国人 主动来跟拿破仑立合 英法两国签订了予 归还大片法国殖民地 撤出马尔他附近海域 并且许诺不干涉法国管辖的 荷兰 德意志 意大利内政 之后第二次反法同盟宣布解散 拿破仑的这次远交进攻 使法兰西荣升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之后在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 拿破仑也上演了一幕 精彩的远交进攻术 这一次战役他面对的敌人非常多 有英国 有奥地利 有俄罗斯 还有普鲁士 普鲁士在中间担任一个什么角色呢 唱双簧 普鲁士作为反华联盟国 其中的一个国家 就先来调停 好像作为一个中间人来调停 跟法国的这个 就是这一方面的谈判 当一个和尸佬 但是一旦调停不成功 普鲁士就从西线来进攻法国 所以这一招其实非常险恶的 这个拿破仑的法兰西市 方方面面都面对了敌人的挑战 而且敌人不止一个 拿破仑就想到 要在普鲁士的身上做点文章 最后他怎么着呢 他派了信得过的人 找到了普鲁士的国王 他说我们愿意把有一个地方 把汉洛威这个地方送给你们 这一招果然很见效 普鲁士就答应了 我只来调停 调停不成功 我就不管了 我更不参战 而且我严防原来我们的一个同盟 同盟成员 就是英国 严防他来通过汉洛威 而且他说 俄罗斯可以走我们普鲁士哪些地方 那么离法国也可以走哪些地方 这样一来就好了 西线没有什么威胁了 西线无战事 拿破仑就可以专心致志的 来对付其他战场上的 反华联盟的这样一些部队了 拿破仑取得了著名的 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 这个时候 他为了进一步的瓦解反华联盟 他继续孤立英国 拿破仑又与俄国签订了条约 这个条约很有意思 不让俄罗斯赔款 也不让俄罗斯有其他的 好像表面看着不平等的条约 就那么两个规定 第一 今后我法国的敌人 已是俄国的敌人 第二个 俄国保证在一切军事行动中 跟法国保持高度的一致 条约还规定了 俄国有义务建立 建议奥地利丹麦瑞典葡萄牙四国 加入对英国的战争 谁反对这一点 俄国就对谁宣战 这个条约又宣告了 第四次反华联盟的失败 所以眼交进攻了 屡屡的奏效 那么拿破仑这三招 代表了他的 最集中的代表了他的战略战术 靠着那三招 他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那么随着他不断地打胜仗 他后来还有更惊人的举动 拿破仑究竟还有哪些更惊人的举动呢 我在下一集里再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诗说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讲述话题和主讲嘉宾 欢迎拨打栏目热线5861-1574 拿破仑一生无数次指挥征战 巧用战术出奇之胜 带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所向披靡 那么这位年仅三十岁的 法兰西共和国战士 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君主的宝座 在拿破仑执政的十多年中 他究竟算不算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代贤军 拿破仑称帝之谜 下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